二百八十四年 第七行 书 看书 这是第二大课 第二大课 名能如 这个本经 玄义的部分 前面所讲的是境界 是所如 也就是给我们说明 祝福与大菩萨 他们生活的状况 也就是 宇宙人生的真相 到他们的境界 才真正入到真相 今天这个文呢 是讲能如 怎样 入前面 不思议卸脱境界 可见的 讲到这个地方 才讲到华语最要紧的部分 我们看经文 第二 名能如者 宗 先说宗 宗 即普贤行念 普贤行念 就是能如 所以佛在华言上 就说得很清楚了 不修普贤行 就不能圆成佛道 圆满成佛 就是入不思议卸脱境界 不能成佛 就是入不了这个境界 为什么入不了呢 他没有修普贤行 普贤行是什么呢 普贤行是完全称性的大性 广计计划说 思想 间接 言语 行持 都与自信相应 与自信相应 就是与法界相应 自信跟法界是一不是二 两个名词 一桩四穷 自信就是法界 总说 若别说这略有二种 别说分别开除 分别开了两种 一叫身如 二叫心如 身心 身有心正固 实在讲 身能不能如呢 心要不如 身不能如 心如了 身自然就如了 那么由此可知 身给心呢 还是心为主宰 故广便心如 身如就不要谈了 单谈心如 心如了 身就如了吧 心要不如 身怎么修也入不进去 所以关键呢 在心 那么心如就要 要多说说了 心如有三 这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 缺少一个也不行 第一个是真心 第一个是真心 第二个是真结 第三个是真心 第三个是真心 心 解 心 此三无碍 为于此行门 身人要遇 净心不遇 这两句就是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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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后行菩萨的心门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门禁 真心 身人 这个人 当作承认家 今天的话讲 肯定 决定 不怀疑 深信不疑 要是爱好 欲是希望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希望 净心不遇 对于这个法门 生起了清净的信心 这是讲戏 于此行门 晓了心相 这两句是真结 思门 思门 是普贤菩萨的行门 对它 小 是 能够真正的 明本 了是明了 小了就是明了的意思 性是体 相是状况 对于它的 体与相 通通都能够知道的 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小了性相 也就是 是般若里面所讲的 通都 注法 十相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真心 一知其行 夜夜真修 这两句是真心 那 依照 本经 就是普贤菩萨 所说的 理论 方法 禁接 认真地去修学 去清真 这是这样的修行 叫真心 接行相福 自然其和 这两个就是正果 这就如了 就如了进阶 后面 后面 潮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我们来看潮 第二 命能辱者 于中二 这是先交代段落 就是佛门里面讲的可判 先把段落交代清楚 一 总标 行愿 能辱 这个行愿是普贤菩萨的行愿 二 别说身心 能辱 文中有二 一 略知身心 一 二 身由下 这个身由下 在二百八十四面倒数第三行 当中 二者心如 身由心震 就是这个身由下 这一下子有经文 广舍心如 这就详细给我们解释 心如 这是真正重要了 所以佛法 说实在话呢 就是修心 关键在心上 不在思上 身是属于死 思 实在讲 决定是没有障碍的 四四无碍 障碍产生在哪里 产生在心上 你心里的有分别有执着障碍就来了 离开一切 分别执着妄想 什么障碍都没有 那就入这个境界了 真的是离死无碍 四四无碍 每一个人分别执着妄想不一样 所以这个世界呢 本来是很单纯的 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 一切复杂从来来的都是妄想执着来的 有妄想执着 真实的境界就没有办法体会了 体会尚且不能 怎么能如呢 这个如用现代的话 亲身得到享受 这是如啊 如果我亲身得不到享受 那如果是 真正得到受用 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 震慑之力 历时利益了 受用 我们看底下这张文 随时则身阻碍啊 随时则身阻碍啊 一致则身融通啊 这是把大前提先告诉我们的 凡夫一时 菩萨一致 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凡夫不仅是指六道 六道之外也有凡夫 叫外凡 外凡指什么人呢 摩罗汉 披至佛全教菩萨 这些人为什么要称凡夫呢 因为他还是随时 换一句话 那是必须是 实教的菩萨 实是真实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语言叫粗诸以上 那是真实的菩萨 为什么呢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自信 破无名 明心见性了 明心见性了 他意的是知 心起作用就是知 不再随时了 那么由此可知 别人叫实性之情 还是随时 别叫三行为之情 也是随时 别叫要出地菩萨 才一致 那你就想想看 这个事情是不简单的 实是什么呢 实是感情 实是迷的 八十五十一心俗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六根 既从外面进阶 其心动念 都是心 心俗 其作用 为师经论 说明这个四十真相 我们现在人叫它做心理学 那这个世间讲 那这个世间讲心理学是在讲 这个我一时学派这个讲心理讲的最高明 最深入 最深入 最微细 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多了为师经论 这个世间心理学 这个世间心理学 你 你就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太幼稚 太幼稚了 随时啊 处处都有障碍 实是怎么来的呢 分别执着而来的 菩萨建了性 这个建心是要修定的 定到相当的程度 就开智慧 智慧也开才建心 如果单单是定 没有开智慧 那个不管用 缓是见不了心 我罗汉 披之佛 他们的定功是九次的定 菩萨的定功比他们更高 只要智慧不开就不行 一定要开智慧 以智慧 这就是古德常讲 修行 修行 要在专实成志 这个人是 这个人叫慧修行 这个人叫真意修行 古人有两句话 听教 听讲经 听教 这个范围很广 包括简经 所有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 我们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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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消归自信 要懂得回归自信 不要去记那些名相 记名相什么呢 全落在石里头 全落在石里头 能够把它消化了 融到自性里面去了 那就会转世成志 那就会转世成志 那才真正的手用 自己什么呢 破迷开悟 听教 要能破迷开悟 这个消归自信 就是破迷开悟 听了之后 恍然大悟 救了 这个重要啊 修行就像要转世成志 我不随时了 我一致了 一致就得大自在 一切障碍都没有了 就入了华言境界了 似无碍 离无碍 离似无碍 似似无碍 似无碍 神就融通了 融是圆融 通是通达 这个两句是把大前提告诉我们 从这个前提区分出反圣之差 为什么叫凡夫 为什么叫圣人 差别到底在哪里 心标烈 先把这个总纲灵呢 给我们说出来 然 从凡之圣 不顾信皆行政 所以佛给我们讲这一部 大方光佛华言经 大本也好 中本也好 小本也好 略本也好 总而言之 部外这四大课 四大课里面 就给我们说这个四庄四庆 哪四庄四庆呢 信 结 行政 就说的这个东西 清梁大师 判这个华言经 也是判这个四分 四大段 正是果相 所以前面跟我们讲 行儒不讲真 只讲信皆行 不讲真 这是已经入里面了 还谈什么了 要紧的是怎么能真呢 信皆行就能真 信而不结 不能真 结而不行也不能真 行里头没有信结也不能真 必须三个具足 缺一个都不能真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真正修行用功精进的人很多 如果没有真性正解 那种苦修都叫盲修下令 不能真过的 所以这个正这一个字暂时不谈 真是果一 亦在其和中收 后面会讲 我们现在只讲能如 今 敏能如之音 能如之音 指前面三个字 这三个字 故此但明三也 这个三就是信皆行 因此三无碍者 现在要跟我们说说 这三个什么怎么叫无碍 这个底下这几句话了 我讲经的时候常常引用 现在大家看到原文了 现在大家看到原文了 有心无解 正常无明 有解无心 正常邪尽 有解无心 其解必须 有心无解 其心必顾 我们到这里看到原文 原文四字 我常常引用 只说了一半 这是告诉大众们 结跟心一定要相应 不能偏在一边 偏在一边都有麻烦 都出毛病 有心无解 这个心是迷信 什么是无明呢 迷就是无明 迷信吧 越迷越深 有人说 这个宗教 越迷越好啊 迷是什么呢 麻醉剂 迷深了 麻木不忍 不知道痛痒了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一般世间人讲 宗教的情操 宗教的情操 是越迷越好 在佛法里面讲呢 是大错特错 佛法不是叫你迷信 佛法叫你真心 真心是 拥而不迷呀 怎么可以迷信 佛法是破迷开悟 所以信了以后 信是入门 你不信 你怎么可以进门来呢 进门来之后啊 要求解 就跟这学校一样嘛 先对这个学校要产生信心的 这学校办得很好 私自也不错 过程也很理想 你对他建立信心 这才愿意来上学啊 到学校来求解 绝对不是来增长不明的 有解无信 增长邪进 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 普遍看到的 那个佛法的经典呢 他也说的头头是道 说的天花乱坠 他虽然说他做不到 他为什么做不到 他不信 他是劝别人信 他自己不信 你们想一想 劝别人信自己不信 这是一回什么事情 邪进 他造的罪业 比那个增长无明还要重 增长无明的人得的果报是愚痴 这个增长邪见的人 是无恶不作 拿着佛法欺骗众生 他就干这个事情了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了 劝你们 要相信英国报应 为什么呢 你们才肯听话了 他自己呢 不相信英国报应 说无恶不作 要看这个 要看这个 所以这个邪见之人呢 比多地狱 不是多墨鬼 前面的是多畜生道 鱼痴多畜生道 这个多地狱道 邪见是多地狱道 有解无形 其解必须 他解 解他不做不到 做不到 那个解得不到印证 换一句话说呢 所学的这些知识 没有通过实验 那个真实性呢 不可靠 一定要得实验 有形无解 其解必顾 故事 行没有理论的基础 没有理论的依靠 都有毛病 四句 把它合起来 合成两句 重要的就是解语行 心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那么可见的 解语相应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解语行 是相辅相成的 多解一分 必定那个行门呢 行持境界往上提升一层 这一提升呢 那个解又增上一层 两个互相提升 永无止境 永无止境 一直到圆满菩提 解 解 解帮助行 行帮助解 解 解是什么呢 生活 解就是思想见解 在生活当中体验 你这个解的就更深 更远更广 更广 那么你在生活当中 这个体验的呢 这个体验的呢 也是越深越广 越远 解语行 都可以 增上 深光远 到什么时候才无碍呢 真理文章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若趁法界 三比无碍呢 什么叫惩罚界 没有界限就无碍了 有了界限就有障碍 有界限就不能惩罚界 惩罚界 界限就没有了 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乱 界限太多了 过于过化界限 那你会打仗 没有界限就不打了 没有界限打什么 一个国家之内 神与神在争执 现与现在争执 相与相在争执 你看看 所有一切的争端 从哪里起来 界限去 你们再仔细看看 这个大地哪来的界限 本来没有界限 界限是你们自己画的 今天在这画一道界限 明天在那画一道界限 是在界限其余什么 其余分别之者 心里面才有人物 界限已经建立了 已经画出来了 那么你的障碍 烦恼 就从这里开始了 逐渐逐渐地生长 你的界限越多 换句话说 你的分别越多 你的职责越多 你的苦难也越多 要想这一生过个太平日子 一点苦都不受 能不能做到呢? 而且告诉你很容易做到 怎么做呢? 把你那些妄想 分别执着 统统地拿掉 你的一生平平安安 过一辈子太平快乐 幸福的日子 就从这来的 拿掉之后 你就称性 这个称伐戒 伐戒就是性 自性 自性就是发戒 性 戒 行 都没有障碍了 这没有障碍了 就是正了 有障碍就正不得了 没有障碍就是正了 正在哪里 无障碍就是正了 无障碍就是正了 就是无障碍 这八十四面 倒数第二行 最后 第二个字 为于此行门 这个底下 这是解释 这两句 这两句 刚才讲过了 交代过了 这是解释心 这是解释 不愚之性向 这是解释 意志之真修 这是解释心 清真 五一 五一解释 古 但解二 这个就是把前面的文 统统 跟我们交代了 那么从这里来看 古人的文章 往往一句两句 就是一个段落 他这个结局 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每一个段落里面 意思是完整的 而且 意思都是声光无边 所以这个佛的经典 从开始学习去读 读到成佛都读不愿 为什么读不愿呢 它里面的意思无由穷尽 就刚才讲了 你有一分的实行 就增长一分的见解 这是正结 正结正长的一分 你在行持上 你对于一切思物的看法 又深一层 它两个是相互相成的 互相帮助的 只要能这样用功 哪有不入的道理 再看下面一段 二百八十六页 这个给我们讲 能所契合 这是第三个大段 第二个大段是讲能如 什么能如 我们要记清楚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是普贤行运 别说这有二 二 心如深入 心如有三 真心 真结 真心 这个地方 全部给我们讲的是 是远离原则 西方净土能往生 凭什么 能信 能虐 能行 他跟教下其他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你们两个把它两个比较比较 他跟八万四千法门不相同的 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信 解 行 净宗法门是信 愿 行 换句话说 不解 也行 其他八万四千法门不解是不行 那个解还得正解 解错了也不行 净宗法门不解也行 所以不认识自己的老太佛也能往生 到底在此地啊 这才能够三根仆贝 能度发解一切种子 你有正结的 那更好 上上根的 那更好 不结的也没关系 只要你愿意去 这一愿就行了 不需要解 一愿就行了 金宗的行门呢 老实念佛了 可这个老实啊 就很不容易了 什么叫老实呢 心里没有妄想就是老实 还答妄想啊就不老实了 因此一句佛号 死心塌地的念语 这老实啊 不能死心塌地 这是不老实啊 还有三心而已 还有妄想执着 这就是念佛法门的障碍 大师之菩萨在云通章里面教给我们 敬念相及 这四个字 这个敬念相及啊 就是老实念佛 怎么样才老实呢 要敬念相及才老实 那就是老实 老实就是敬念相及 敬 清敬的 心里面 除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敬 如果这一句佛号之外 还有别的东西 你的心就不干净了 就不清净了 相及是什么 一句接着一句 不中断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不怀疑 不怀疑是信了 不夹杂 不夹杂是敬 是清净 不间断是相识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叫老实念佛 这个叫做敬念相及 用这个方法去修行的 万修万人去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凡是不成就的 这念佛的三要诀 总是当中少一个少两个 这个才念不成功 三要诀都不确的话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所以我们都这里跟禁宗法门比较呢 是不一样 华言经常提着这三要诀 正解 正信正解正行 这些人往生的都是上上平往生的 都是施暴徒 大菩萨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他们当然是正解 正解之后也要发怨 不发怨的时候也不能往生 所以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与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他们是怎样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他们去的条件也是性愿行 我们去也是性愿行 条件一样的 相同啊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果报相同 他虽然是大菩萨 我们是凡夫到西方极乐世界 果报相同 因为我们修的因相同 假如我们讲性皆行呢 那我们不如他 那跟他差得太远了 讲性愿行呢 那我们是一样的 差不了好多 这些地方总要辨别清楚 辨别清楚好处在哪呢 好处就不怀疑了 你对于金宗法人 真正信得过 是破译深信的 别人来跟你讲 你就晓得他有误会 他不了解 他没念过华严宗 他不懂这个道理 华严宗 净土宗东西 这两样他都没有透彻 所以他搞不清楚 他有误会 他想错了 看错了 他也说错了 你把这个 《禁宗经典》跟《华严经》参透了 这个四世真相完全明了 这个力也就大了 好 看第三段 第三 能所欺和者 真心如意 这句前面讲那个真了 真如了 能所欺和 如者了大正物之名 略有二门 略有二门 什么叫如呢 如就是真 真就是如 这两个字不相同 意思是一样 如是入不思议泄脱境界 是真正无上佛果 和无上佛果就是入不思议泄脱境界 了明了 达通达 真正明了 圆满的通达 这就叫正物 这就叫如 这就叫如 略有二门